古惑中港爆竊黨扮成學生潛天水圍公屋犯案 警方星期二早上在天瑞村埋伏 才抓了四個男人 在他們身上搜出多條百合時 警方之後在附近停車場發現一輛可疑私家車 於是將疑犯押到現場搜證 在凌晨時分警方在天水圍和元朗再拉多兩個同黨 相信他們至少涉及區內10宗爆竊案 偷走一共34萬財物 被捕六人其中兩個人是內地人 其餘四個人是本地人 年齡介乎21至53歲 和檢獲多套百合鑰匙、口罩、手套等等 經過調查之後警方說 警方說警方每次犯案都會禁大下密碼進入 懷疑事前踩線拿到密碼和打扮成學生 他們的衣著就是白色有靚的衣服 外面是一件深藍色或灰色的毛欄衣 然後就是一條深灰色的褲 加一對黑色的皮鞋 所以這個扮相就像學生 還有他們選擇一間的時份進入大廈 那些時間都是比較多學生出入 這樣就掩蓋了保安員的眼目 而租爆竊的單位據悉門口的場沒有記號 案件仍在調查當中 O1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財經市場 1984年快樂 1984年快樂 中文官